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第1209题 在字符串当中把所有相邻的重复的字符给去掉的这样题 他说给定一个字符串S跟一个K 那么K代表的意思是 我们要在这个字符串当中把所有相邻的 重复了K次的字符给去掉 这个过程要重复做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给定的S是这样的 那么一开始我们会发现这个E它重复了三次 所以我们把它给去掉 因为3等于K 然后接下来我们发现三个这个C也是重复了三次 所以我们把这个C也去掉 那么但是我们并没有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去掉这三个C之后 左边有两个B 右边还有个B 所以说现在这三个B在一个地方了 它们是相应的 所以要把这三个B给去掉 然后这些都需要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三个D也在一起 就是靠在一起 所以要把这三个D也去掉 所以它是一个重复去删掉的过程 有点像 碰碰什么的 就是内容类型的游戏 那么这里怎么做呢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一定是会扫一遍这个字符穿 然后 在把这个E给去掉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看 下一个这个字符 跟就是去掉这三个E之后的 这个左边的这个字符 是不是相同 如果相同 我们要看它左边重复了几次 比如说这里三个C需要之后 下一个处理的是B 然后我们就发现 这里的B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再往左边看 有两个B 所以它们加起来是三个B 所以就把这三个给去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要记录相邻的字符出现的个数 就是一定要是相邻的嘛 然后当我们接着从左往右处理的时候 我们处理到当前字符 我们会看它左边这个字符重复了几次 如果重复的次数 加上当前的这个字符 就是1 等于这个K 我们就可以把左边那个字符给去掉了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 我们没必要 就是 我们可以把左边这个字符 就是连在一起的字符重复的个数 给统计起来 有一点像 用一个MAP来存一个字符重复了几次 但是我们同时还要保留它线性的关系 就是从左到右这样子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线性的数据结构 但是由于加上里并没有一个配 所以我们可以另外再写一个class 好的 具体来说什么意思呢 毫无疑问我们要从左往右变利 然后当我们处理到当前的这个字符 就是我们就叫chchm 如果它等于上一个字符 就比如说这个e得上一个这个字符 我们 我们要得到它左边这个字符重复了几次 比如说处理到当前e的时候 上一个这个e跟它一样它重复了一次 所以目前它们加价只有2 并没有带k 接着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 由于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e重复的变数给更新成2 然后我们到右边 又到e了 这个 是一次加上左边这两次就是三次 所以就可以把这个e给整体给去掉 所以这样 接着我们处理k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左边变成d了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不会重复去左边 往左边去算它有多少遍 这只要遍了一遍就好了 从左边往右 就这么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当前的这个字符 如果跟左边的是相同的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 加起来的重复的变数 有没有达到k 如果达到k就把它pop掉 如果没有达到 我就更新 左边这个字符的 这个出现的变数 那么这用什么数据结构呢 实际上 用站 用链表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只要保证 这个线性的数据结构就好了 保证它线性的观点 从左到右 当然我写了一遍 发现这个step 会快一些 因为你只要 我们只要对这个 处理完了的 这个结尾的这个数据进行操作 所以list跟stair都可以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吧 就是对于这个例子的情况 就是我们存了这样一个东西 d重复了一遍 e重复了一遍 然后接下来又遇到e 所以e被更新成了两 就是二嘛 两遍 然后就是又给它一个e 这个时候 这个e加上这个2等于3 所以就把这个给pop掉 这个时候stair就变成d d然后e 然后接着加给它一个e d它就会更新成2 然后这时候 中间省略了两个步骤 就又给了它两个b嘛 这两个b 所以b就变成2 对应的是两遍 然后接着到c两遍 然后就是又给它一个c 所以把这个c给pop掉 说再给它一个b 然后这个时候也pop掉 所以我们只是一直在与最右边的那个字符进行比较 因为它一定是要相邻的 所以e'slet最后就是a重复了两遍 所以最后顺着结果的时候 就变离这个stair里剩余的这些字符与它们的变数 把它们加到结果里就好了 好的 让我们来写这个代码 我们自己写一个class就叫node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char 我们还需要它重复的变数 所以写一个构造函数 给它一个c 再给它一个重复了几遍 所以c 然后times the negative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写 因为一开始我们只要出实话的话 它一定是一遍 好让我们来写 首先得到这个字符串里有多少个字符 如果这个字符数是小语 可以那么一定就返回这个s就好了 因为不可能消去任何重复的字符 然后我们用一个stair 叫node stair 叫array stair 好 然后来便利这个stair sq.char array 这时候 如果stair 如果它是个空的 或者说c 它不等于stair 就是顶上的那个字符 也就是不一样 如果它不等于它 那就是我们就要把这个新的node 给放进stair当中 用node就是这个c 好 如果不是 也就是说它们相同 我们要得到它重复了几次 tams等于stair pick 那个chart times 如果说这个tams加上 e等于k 因为当前的这个我们还没加进去 所以它等于k就说明达到了重复的次数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pop加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更新一下最顶上的那个字符重复的次数就好 就加1就就好 然后最后就是for每一个node 每个stair leadnode 每个stair leadnode 要stringbuilder 就是这里可以用while stack is not empty 然后我们要得到它重复的变数就等于stack pop 我要先把node给取出来 这时候它要重复的变数就是node.times 所以for int i equal to in i times i++ 这时候sb append node.char 因为它要重复了多少遍吧 放进去 而因为它是stack 所以说它是后进先出的 所以是反过来的tritch 所以最后你要reverse一下 然后去strain 嗯 我们来看起来错 嗯 times push它 rope它 等于是 但是你会看到它是当时的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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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不等于它等于empty或者说它不等于pick.chart 那么是要push进去这个 嗯 没错 如果说它pick.chart 如果说等于相同就把它tip.chart 要不然的话是要pick.chart 应该是当它不为空 哦 得 谢谢收看